不知道很多 刚才我前面讲的书里面的一些介绍也好 或者说是现在的一些电视电影里面所提的原因 很多人去藏地 我以前看到过一个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院校长 他也是有些人采访他的时候 他说不管是什么人应该一生当中是要去一下西藏 他的原因都比较简单 他说藏地很多什么牛啊羊啊猪啊 就是这些都是并没有喂在园子里面 汉地呢就是有些都是喂在这个园子里面 所以它是一种慈悲性的表现 就是这也是一种爱护动物的一种表现 这次我从美国牛油过来的时候 有一个好像芬兰的一个牛海泽 我问他的梦想是什么 他说我的梦想是去一下西藏 You know when I just fly from New York to Sweden and in the plane I met a girl from Finland and I asked her what is your dream and she said that my dream is to go to Tibet once 当时我心里面想仅仅是去西藏拍几张照片 看一下一些山水的话呢 也许可能因为那里的空气啊 那里的天空啊 就是对人带来一种束缚 但是可能更重要的 如果藏政佛教的真正的参修 是参修的这种思想啊 慈悲的思想啊 就这些是如果我们真的能修行的话呢 也许对他的梦想呢 就是更有一些美好的前程 but then I thought that if she just go there to take some pictures and to see the rivers t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o enjoy the air and to see the blue sky maybe she will feel very comfortable but I think the more importantly would be the Tibetan Buddhism's ideas of compassion and its real practice I think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nd then she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我自己是也学习藏传佛教 也学习其他的包括各宗教 以及其他的知识 但是呢我也很希望 就是在如今这个时代当中 很有很有必要 学术的理论 跟我们实际的这种知识相结合 如果我是一个光是 讲在柜台上的一个人 或者说是 我只是一个文字上 做游戏的话呢 可能一辈子 就讲了很多美好 很美妙的语言 但是也许自己的心 不一定能 能看 不一定 我幸福 所以我学习 不认为是东方也好 西方也好 很多人 如果藏传佛教被吸引住的话 我认为大多数是应该 理论和事迹相结合的一种 进化自信的力量 当然有些喜欢藏地的话呢 也有不同的 比如说有些人说 我喜欢吃藏吧 有些人说 我喜欢喝牛奶 有些人说 我特别喜欢看藏地的戈上话 等等 那么这是另外的一种价值观 我们在世间当中 应该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是生命的问题 那么这个生命呢 就是需要智慧来抉择 这种智慧呢 就是需要延续地去完善 好 我的话就圆满结束 谢谢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 是找到真正的意义 最重要的事 真正的事 是我们的生命问题 为了解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靠着我们的智慧 和智慧 一直学习 这就是我的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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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